你们好,今天我要讲文化教授时要讲讲外讲之一 今天的题目是这个,中国人怎样表现时间 先看看这个图像,这幅图像 这是那个最终心志,有这样的那个东西 这是本来是典时载画报,1893年的典时载画报里面的东西 这个有叫做中楼,可以说是中楼吧 里面有自明中的,这个有这样的说明 这样写的,自明中创始于西历1379年 有德人名威克州,至于共法皇加利斯第五公众所用 那就是自明中呢,本来1379年呢 有一个德国人名字叫威克,他创造的,后来他为什么做那个自明中呢 就是给法皇加利斯,加利斯就是查理五世,查理五世公众所用 所以他所做这个自明中的,后来呢,中国的护赏,护赏就是上海的意思 上海的法公布局,法公布局,法租界的那个工布局 还有学家会,还有那个红口的天主堂,就是教堂里,也有那个圈的中楼 还有跑马厅,跑马厅董,有这样的那个自明中 嗯,皆有大明中暗水垂直,有这样的 嗯,刚才的那个图像呢,是在哪里的? 就是上海的江海北关,这里有写着江海北关 就是这样的,江海北关,售在 苏北英租界的黄埗塘上 规模红长,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黄埗外塘的那边 有一所那个江海北关,那里有这样的那个中楼,也就这样写的 还有这样写的,报时就最大,吉松圣伏 就是报时,就是那个,报时间的,就是报一点,报两点的这个 报时,报Hour的那个声音最大 还有报刻,报刻呢,报那个15分钟的,报刻的 小钟钟如阳锦,这个报刻的小钟钟呢,就是那个像阳锦一样的 很可听的,这样写的 后来还有这个电视电话报里面有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塞马的地方,这个地方 就是呢,这个,上海泥域外,泡马厅,泡马厅,泡马厅 这个泡马厅 这是本来那个在现在的人民广场那里 本来是那个泡马厅,泡马厅的 那边有一种,一个那个中楼的,这个图像 好,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江海北关的座名中呢,是这个 这个那个,本来那个图像 后来呢,但是这个江海北关的这个中楼呢,旧的 后来呢,他们这个1893年的 后来呢,1927年的时候呢,重新那个 专属这个,建立了一个这个那个江海北关 这个江海北关呢,现在还在那个外谈的,是这个 那么,现在讲那个自民中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 嗯,这个呢,我以前好像呢,已经说过吧 呃,2028年,2028年,利马厅 跟那个别的那个传教士一起来北京的时候呢 送给皇帝的,有这样的那个记载 呃,西朝重政集里面有这样写的 呃,他那个写本国图物,所有 天地图像一幅,天地图像 就是那个天主,就是耶稣的那个图像 天地母图像,天地母图像 天地母图像就是那个玛利亚的那个图像 还有天地,天地经就是那个圣经啊 还有十字架,还有呢,报时的自民中有这样写的 嗯,是吧? 所以,已经那个冠例28年的时候 已经,中国已经有那个转的自民中的 嗯,好,那么现在讲的这个问题 不定时义法和定时义法 也许你们中国人呢,很少听到这个不定时义法 或者定时义法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本来是立文的,立语的 嗯,是这样的 在欧洲,这些事的军表的出现呢 对于新的时间概念的诞生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自古以来呢,人们 把时间这种看不见的无形的现象 像河流一样流动的东西呢 嗯,用历初或者那个历落 还有那个白天或者那个夜历 还有阴影的那个长度之类的 具体的形象,划分表达了,是吧 这就是我们叫做不定时义法 不定时义法 但是呢,中标当算以后呢 产生了跟季节 还有那个地点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于什么人评论的 人工的一种能够人工的单位的 时间的概念 这就是按照太阳地的定时义法 这个也叫做定时义法 这个也叫做定时义法 我们的例语叫做太阶和转书的 嗯,OK 嗯,那么这样的定时义法呢 什么时候采用的 中国的话,1912年 就是民国逐年 日本呢,1872年 就是明治5年的时候采用 这样的那个 就是阳地的那个 时间表达 表达法,是吧 以前的那个都是那个不定时义法 但是呢,直接说这样的那个定时义法 以后也能够有两种的那个说法 这样可以叫做那个中心合一吧 所以呢,现在你们看看 这个手表,怀表的那个图像 这里面呢 里面呢,就是24小时的 这个 12 12 123456789 1011 到这里 这是上午的 上午 是吧 然后12点 以后呢 1点 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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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点 到12点 这个下午的 这个一天的 这个一天的时间 是吧 就是那个完全是那个定时义法的 但是你们看看这个 外边 外边呢 怎样呢 子 开始的 子 蟋 蟋 蟆 是吧 这样的 还有那个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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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有、虚、害,是吧? 就是十二十成的 或者那个十二成可以这样说的 这是那个中国传统的不定实法的说法 所以这个表呢,有两种东西一起的 就是中学和一的一个表 这样可以说的 那么这样的传统的不定实法的表达方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这样的 先有二十四小时分成十二成个 十二十成的,是吧? 从子开始的 然后呢,更小的那个单位就是克 就是那个克呢 二十四个小时分成九十六的 那样的话,应该是十五分的 就叫做克,一克的克,是吧? 嗯 还有呢,这个刚才我说的十二十个 十二十一成的那个前半的六十分呢 叫做出,出 所以呢,子,呃,出,走出 就有这样的说法,好吗? 十二成的后半六十分呢,叫做中 嗯,或者那个交也就很大 嗯 还有那个克呢,有出克 二克,三克,四克,有四个 那个出克就是零分吧 啊,不是,十五分的 这个二克就是那个三十分的 现在不说二克,但是以前有二克的说法 还有三个现在也可以说 有四十五分的 那四个呢,零分的,是这样的 嗯,知道吗? 所以呢,比方说,子出,出克 几点呢?子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十一点到一点 这个子吧 晚上十一点到一点就是子 那个子的出这个部分 这个子的出,十一点 这个十一点,晚上十一点 子就是十一点,晚上十一点的 出克,出克这个,这个十一点 啊,对,这个我写出来 所以呢,晚上十一点一克 就是子出出克 那么子正呢,子正从最开始的 所以呢,十二点,晚上十二点 正,出克 所以十二点一克 就是子正出克 那么五出二克呢 五,子的后面是五吧 是吧 不是不是,五就这里,这个地方 是吧 就是刚才你这个五在这里吧 这个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的 是吧 这个 所以呢,五出就是那个十一点 那二克就是三 当,就是三十分的 所以十一点三十分 就这样的 嗯,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个 时间的说法 嗯 还有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这是现在几点的意思 这几下 这是打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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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打几个钟的意思 打几个钟的意思 打几个钟的意思 是吧 嗯 这有规则性的 比方说子开始害吧 子出的话呢 打九个钟 九个钟 抽呢 八个 银七个 有这样的 到四 也是四 还有那个抽的话 证的话 一个 一个 然后那个这个时候 抽证的话 打两个 银的话一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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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下午也是这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这是那个中国的那个 传统的那个 打准的 打准的那个方法 还有 传统的时间表达法呢 有 根的说法 初根 二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有这样的那个说法 你们大概都知道吧 这是中国的 传统的那个说法 那么 进来汉语里的那个 例子怎样呢 我们看看 先看看老体大 老体大 老体大是那个 朝鲜 朝鲜资料的 14到15世纪的那个 朝鲜资料的 东西 课本书吧 这个呢 五根头 这个五 五根头 就是那个五根的 五根是三点到五点的 是吧 这个也可以说那个 银 就是银 就是 今年苏十一月 七月十七日 银 就是三点到五点的时候 他生 这样的意思 是吧 还有那个老吉大里面 这样的说法也有 GEL叫三遍 GEL叫三遍 GEL叫三遍的意思 就是代明来 就是那个GEL叫三遍的话 马上要那个 亮 就是天快亮的时候 GEL叫三遍 就是这样的说法 GEL叫三遍 下面的百姓光画呢 这就是那个流球 流球光画的一本课本 这个 这个 里面的那个春宋的地方 以前叫做流球吧 他们那个 很早就开始学汉语的 那时候他们编的课本 一本课本 叫做白姓光画 这里面怎么样呢 这样的 不幸于七月初七日 有时病悟 有时 有就是那个 下午五点到七点 叫做那个有时 所以这样写的 嗯 还有那个这个 这个中阴 中阴粗药 大概你们都知道吧 那中阴粗药有这样的 五更天 就是三点到五点 还有定更了 三更半夜的激叫 三更半夜激叫 是吧 这个半夜激叫的 这个你们大概高玉堡 这个那个小说里头出现吧 高玉堡里面也出现了 还有那个这样子初子重 丑出丑重 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那个子初子重 就是二十三点的 二十四点的 这个一点二十二点的 要这样的 是吧 还有那个中阴粗药里面 有这样的那个说明 栗子 叶子 有这样的那个分别 子重 子重 就是那个二十四 二十四 就是晚上十二点以后 这个叫做栗子 这是现在说的 上午 上午 可以 下午 这个下午吧 这个那个叶子 叶子是那个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二点 叫做叶子 中阴作药里面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那个这个核汉俗语 从事等杂志 这个书呢 这个 这个谈话 日本江湖时代有谈通事 有这样的那个翻译 他们用的那个课本里都有这个例子 你出去看看 八点十后来了 八点十后来了 还有那个精力差不多有九点 刚刚打了 或者刚刚中了 九点鼓 或者九点中了 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八点或者九点呢 不是现在说的八点 现在八点 现在九点的意思 这是还是打中 打中的那个东西 打几个中呢 打八点八个中 就是打八下中的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八下就是多少呀 八是一般那个愁 是吧 愁出或者未出的 这个打八字 这个九点 九鼓的话肯定是子出或者五出的 这样说的 这个有意思 就两种 比方说良法昏运的也有的 比方说那个 红楼门呢 红楼门里头 有 关于那个时间的那个 那个文章有很多 因为呢 宝玉 他们 他已经有那个 怀表 有这样的 比方说这里 宝玉 命 去表 来 看谁 果然正义 直到 子出二课 这样说的 子出 子出 子出就是那个 1点 晚上 12点 23点 就子出 二课 三十分 所以 这个呢 子出二课 晚上11点 三十分的意思 宝玉 命去表 表已经太有表的 还有这个 宝玉听了 回首 向怀内 逃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 所以呢 宝玉有金表的外表 瞧了一瞧 那正义指到 虚目 害出之间 所以呢 虚目 虚目 虚目就是 十九到 虚目 十九到 二十一把 害呢 是二十一到 二十三把 之间 所以呢 肯定是这里 二十一的意思 二十一 所以晚上九点的意思 是吧 九点 嗯 嗯 还有那个这样的 总的因为 几根呢 人回 二根以后了 总打过十一下了 打十一下 还有十一个 这个呢 不是那个 上面说的那个 打准的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 最多也只有 九个的 以前的 是吧 但是这个十一 这个肯定是他 这里的那个十一呢 肯定是一般的 闹钟那样的 子民中的那个十一字的 所以十一点的意思 十一点的意思 是吧 嗯 这是那个 信仰式的说法 嗯 嗯 还有很多 毛正二课 毛正二课 就是五点三十分的意思 嗯 还有呢 嗯 这个也是那个 红楼梦吧 嗯 嗯 苏黎跟我的人 随身具有 中标 所以呢 当时呢 已经有很多人随身 具有 外表的 中标的 不论大小是 都有一定的时刻 所以他们都知道 现在的那个 时间几点的 都知道的 嗯 还有那个房里 也有 有十十分钟 房里还有另外的 一个挂钟之类的 嗯 所以呢 五中二课 我来点 点 毛 毛中 就是那个六点半的意思 六点半 我来点 点 点毛 点毛是点名的意思 是吧 四中 四中是九点 吃早饭 五中二课 五中二课 就是那个 十一点三十分的意思 虚中就是七点的 晚上七点 有这样的那个 结束 嗯 还有这里的八九下 八九下 大概是肯定是那个 脑中呀 做中 自民中的那个 说法吧 不是那个 呃 中国传统的那个 呃 出 自主打 那个九个的 意思 不是那样的意思 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 还有那个 江德仪的那个 随时法国记 法国记 也有这样的那个 技术 呃 深重 深重就是十六 十六点 下午四点 但是一方面 他用那个十一点钟 就这样的 说法 往 每晚到十一点 就是 晚上十一点 的意思 是吧 最晚转器演示的说法 是吧 嗯 还有光话指呢 光话指呢 是日本 日本人编的 一本 北京光话的 课本 绘画课本 他 就还是有 两种说法 都有的 比方说四根 四根 就是一点 到三点 所以 英文呢 呃 怎样翻译呢 叫 Midnight Midnight 是吧 还有这样的 五根天 五根天也有的 但是后面那个 你们看看 夜深了 想着时候 有三点钟了 有三点钟 这一般的 三点钟 一样 现在的说法 一样的 诸名中 淡淡的 打了两下 打了两下 打了两字 就是那个 Strike 2 就是两点的意思 现在的两点 是吧 但是还有这个 四处 这样的说法也有的 四处是 那个早上九点的 就是那个传统的说法 沉重 就是八点的 是吧 还有五处也有的 十一点的 这样的 所以都有 那个官话题呢 一方面用那个 传统的说法 一方面是那个 西洋西的 洋力的 说法 那么 欧美人的字列怎么样呢 就这样的 先看看这个 马里逊的 一个绘画课本 绘画课本的 例子有这样的 今早四古时 便进朝里去修理自民中 这个文章呢 实际上是本来有 拜古文达里面出现的 这个拜古文达呢 是什么的书呢 这个呢 这本书呢 就是耶稣会的 利玛多 他们编的一本绘画课本 后来呢 马里逊也那个 用利玛多做的那个课本 所以呢 经常说那个天族教徒 天族教和那个新教呢 关系不好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马里逊他们呢 编课本的时候 肯定要参考以前的 天族教徒的那个课本 还有那个 他那个马里逊翻译圣经的时候 肯定看过 以前天族教徒 他们的那个圣经 肯定那个有这样的那个 情况 所以这个呢 今早四古 这个四古 刚才上面我说的那个 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呢 要打死四下的 这个意思 还有五十一处 这五处的意思 嗯 还有味 还有五骨 有这样的说法 都有的 还有那个 刚才我说的那个 正的说法呢 马里逊也说那个 可以说交 有这样的 正和交一样的 一个一个意思 嗯 他已经这样说过 还有这个 就是江沙维的那个 汉字文法 嗯 这是那个 葡萄牙的传教书 他在澳门那个传教的 嗯 他的书里面呢 有很多 几下中 看几下中 看几下中 就是现在几点的意思 差不多一下中 就一点的意思 打了三个 打了三个 就是那个 四十五分的意思 是吧 打了一下三个 就是一点三个的意思 有这样 都是那个按照 杨利的那个说法 表达的 嗯 嗯 都是七十二个 也是一样吧 嗯 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个有意思的 龚萄牙斯 对江沙维的 另外的那个 就是说有 杨汉和字会 有这样的那个字典 就是那个 普汉字典 普汉字典里面呢 比如说晚上十一下一刻 十二分二十秒 有这样的那个记载也有 但是后面 还有那个说 紫刻一刻十二分二十秒 紫刻 就是那个 紫刻是那个 晚上十一点的意思 是吧 所以呢 有两种的说法 但是还是有的 可以这样说的 但是这个有意思的 呃 晚上十一下 呃 一个十二分 一个十二分 这个很有意思 一个是那个十五分吧 加上那个十二分 所以 这个二十七分的意思 还有那个秒的意思 二十秒 二十秒 这个秒的那个用法 也比较早期的 这个 Conservice也是第一个 他用的 嗯 好的 还有迈德斯呢 五十二三年的 有两种多用的 还有 呃 维托马 原则二级 这个有意思的 有这段那个对话 明儿个 明儿个 几点钟见 明天几点 我们几点见呢 回答 明儿咱们 深处 用那个 中国传统的方法来回答的 呃 前面是几点 就是西洋 阳厉的修法吧 但是后面 是用那个 中国传统的那个 那个 深处来回答 就是深处 就是那个 下午三点的意思 这样的修法 四点钟 这样的都是 但是 深末有处 深末有处了 就这样的修法 也修到 所以呢 呃 这个时代呢 大概 这个两种修法 混用的 嗯 好 那么 今天我最后 讲这个问题 时点和时量的问题 呃 中国传统的说法有这样的 呃 比方说大虫去了一盏茶 一盏茶食 一盏茶食不见出来 这个水腹的 大虫就是拿虎的意思 然后去了 呃 一盏茶食 一货什么什么 就这样 还有红罗网里头呢 半钟茶 半钟茶 这个钟呢 肯定是这个 半钟茶 嗯 还有那个 约莫也有 傍晚茶 也这样的说 就儿女英雄 这样的 还有那个 铜墙提币 这是现代的那个作家吧 过了一顿饭的习惯 有这样的说 这个一盏茶 一杯茶的 喝一杯茶的时间 嗯 用这样的那个方法来 呃 表达那个时间量 量 是吧 时间的那个量 呃 就是多长时间的 呃 这个时候呢 用这样的那个东西来表达的 啊 这个很有意思的 所以有人这样说的 一个 就是一个有 就是一个有三盏 三盏茶 就是喝三杯茶 要那个15分钟的 所以一盏茶呢 有两柱虾 两柱虾 这个一柱虾 一柱虾 一柱虾 有这样的那个说法 也有的 嗯 所以呢 一盏茶 有两柱虾 就是两柱虾 一柱虾 有五分 是吧 这样的 还有一分有 六堂指 一堂指 有十刹那 一刹那 就是一秒钟 有这样的说法 也有的 嗯 就是有这样的那个说法 所以呢 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 中国本来有 没有那个十一点 这个那个概念 观念 嗯 也许没有这样的那个观念 这个问题 这个可以有意思的 呃 比方说那个 中国汉语里的 现在也有 有这样的情况 比方说这个 上海洋经班 北首租界 张宠里面的那个句子 第一天 早十一点钟 起至五后三下钟 这里早十下钟 至五后三下钟 止 这个肯定是十一点的 就是 早上十一点到 下午三点钟 第二天的那个 早上十一点到 下午三点钟 所以要讲 这个肯定是十一点的 点的 但是后面你们看看 无论和尚初句 均于 历落后一点钟 历落后一点钟 历落的以后一点 一点钟 这个一点钟呢 不是那个点的 量的 是量的 历落后 过了一个小时的意思 是吧 所以呢 中汉语呢 经常有这样的那个情况 十一点和实际一样的 比如说呢 这个 《交工将宠条约》里面的例子 1865年的 一地之内工不过四十六克 一天的那个工作呢 不能超过四十六克 有这个那个条约的 就是那个集外国九点钟而可以 就这样的那个注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四十 以前的那个时辰呢 就是那个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 所以呢 四十的话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是吧 加上那个六克 六克就是 六从那个十五 所以九十分 就是九十分 就是一个半小时吧 所以八个小时 加上那个一个半小时的话 一个半小时的 是吧 所以外国九点钟而可 就这样说的 九点钟 这个九点钟二个小时三十分吧 所以九个半小时的 是吧 但是就这样说的 九点钟 不是那个几点的 不是十一点的 十点的意思 是吧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比方说这个江德义的那个东西 每例交一点钟 这个句子呢 不是那个 我每天一点钟 一点交他 不是这样的 交一个小时的意思 是吧 这样子 这里也有 每例做十一点钟 十一点钟之工 这个 这个 每天做十个小时的工 这个意思 或者是这样的 今中 因为改做八点钟之工 就是以前那个都工作十一点钟 十个小时的 但现在改为八个小时的 有这样的说法 是吧 都是那个状态的 马里逊的也是一样的 各处水戳接去救火 后继三个水戳就行 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呢 各处水戳 就是那个救火戳都来的 到三个水戳的时候就行 就是灭火了 就这样的意思 三个水戳 这个呢 本来是三个水戳的话 就是三个小时的意思 但是这里的 好像那个三点钟的 好像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本来还是那个量的一个问题 就是量的问题 是这样的 本来那个 后两三个水戳 将火就是呢 就四到六个小时后的 意思吧 是吧 这个呢 就是A到B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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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但是后面是最后是三个 这个中点的 那个 本来的量的概念呢 从这个中间的那个问题 但是这样的道 到两三个时程 这样的说法呢 好像那个终点 已经有终点的意思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还有其他的 Tomas France 就是原则的其他 一点钟两个 就不是那个一年两个的意思 一年半的意思 就是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的意思 半点钟 半个小时的意思 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回头请先生 念三点钟的时候 这个不是三点 三点钟念书的 不是这样的 念三个小时的 书的 是吧 所以习点和习让 没有分开的 这是汉语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我这样认为 中国人本来没有 也许没有 十一点的那个习点 中国人对时间的看法呢 本来也许是长度的问题 而不是点的问题 比方说呢 线的表呢 这个线的表呢 这个线的表呢 一二三四五六八七八九十 这样的 一一点十二点 十二点 一点二点 两点三点 都是那个 这个数字呢 都放在那个线上 这个 这个一个线上 这个一个点的 是点的 但是呢 中国的十二城呢 不是这样的 十二城是这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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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纸 丑 是吧 不是那个 不是这个点 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 A和B的中间 叫做那个纸和丑 丑 所以呢 这个纸呢 不是那个 十一点 或者那个 十二点的意思 是吧 这个十一点到一点 这个中间都叫做纸 是吧 所以不是点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是那个 汉语的那个 中国人的那个 时间的观念 不是点 它是一个段 一个段 要这样的 所以呢 这样的那个问题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嗯 但是我完全那个外行的 所以 我的那个 今天讲的内容呢 有很多那个作物 请大家那个指正 好 那今天的那个讲座 到这为止吧 谢谢大家